好明顯喔 那開車差不多了 好 我等你 現在有一點回音 不 因為我放圖嘛 給鍵盤 好 鍵盤不用 歡迎來到今晚的動漫廢物電台的動漫廢物 少了一點 不好意思因為是技術上的處理 今天就要講這個大熱電影的劇場版咒術回戰零 先介紹自己吧 我是DK Hello 是小瑤 我是Rita 接著我們還有請了一個嘉賓的就是韻韻 我搖她的韻韻 好像有回音 因為她在用Skype 跟我們一起錄音 可能聲音就有一點距離 沒關係的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咒術把我們的空間拉近 首先簡介一下故事 我想說這張圖是不是已經沒有了這些禮物 其實已經沒有了 剛剛上個星期完了 我終於有洗手間了 那你放這張圖出來做什麼 不是我放的 引咒一些聽眾說我們又有禮物了 我不會送出來的 我很辛苦才齊了一套 因為我沒有了第一個星期 然後我發現是很難去找回第一個星期的一套 我就算上Corner Cell 都沒有人放給我 是啊 我拿的是狗卷和熊貓 都給了小瑤 狗卷就是中間的聲音 其實他都很聰明 你想想他把最紅的角色版 他後面是拼起來的 所以一定要儲勢三個星期 然後我就很辛苦才找到第一個星期 然後就是 最終都找到 我們今個星期講的是劇場版的咒術回戰0 換言之就是漫畫版的咒術回戰第0卷 這本其實就是咒術回戰 連載之前的一個四篇圓的一個短篇 之後他獲得少年drum的連載機會 才可以繼續延續這個世界觀去到咒術回戰 所以他將一本單行本的份量 變成一個兩個小時的劇場版 都非常之厲害 因為這套戲我沒有記錯 他就說一年三月的時候 動畫第一季結束後 就立即說要去製作劇場版 也很快就在去年的年尾十二月二十四日 就在日本上映 百鬼夜行那一天 是有意思的 香港也很幸運地成為 應該是全球最遲上映的地方 是不是疫情關係 對 疫情關係 香港是全球全世界最遲上映 如果你說十二月的話 去年就是Spider-Man Spider-Man本身已經霸了檔期 因為香港也應該是不會同步上映的 就算有機會的話 他一方面是上映Spider-Man Spider-Man下映之後 不久就把戲院封回了 所以全球最遲上映 但終於有得看了 但是不好意思打斷你們 因為如果他不是那麼遲上映 我應該是不會有戲院看的 因為他在日本上映的時候 上年十二月我還未開咒術回戰 就覺得這些好像大家都看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覺得我不想看 每個人都有看 我就不看 是今年我突然沉了船 追某個YouTuber 然後那個YouTuber看了 然後我衝進去看咒術回戰 所以幸好他在香港遲了照片 在我的角度看 你們看什麼版本 因為我看到有好幾隻版本 你們看IMAX 應該你們沒有看IMAX 我就是看IMAX的 你看IMAX 我又看多次2D的 我看了兩次 IMAX和2D 我是2D和2D 2D和2D 我只是2D 因為我好奇那個4DX 其實我也是想知道的 我4DX我朋友看了的感受就是 被月骨前輩打了一身 但其實在我們看之前 在英國的麻油仔已經看了 但他又不說 他已經開始一集說 我第一天是最遲 我講這個酒水會戰 我真的超嚇我真的 還不斷傳過來 他已經看了 然後不斷傳過來 那個人很嚇人真 在英國那個 那時候戲院還沒開 戲院還沒開 因為我是由他知道會做的時候 我已經很期待 然後宣布了月骨那個 中之刃的時候 我更期待 但我想說他的零 是不是前傳 我沒有看 你可以當前傳 因為其實他是 咒術會戰本身 開年載之前的故事 所以你沒有看過本篇 沒有基礎都可以 沒有基礎都可以 輕鬆入場 沒錯 因為我就是看完零 先看回那24集動畫 但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你這樣會反而明白 因為如果一開始看半篇的時候 有些他們說的話 是未必明白的 因為是在零章的時候 帶了出來 那不如我再說一下 劇情大幹 相信都會是劇透的 相信到 一定要劇透 故事在2016年11月 十六歲的月骨優泰 因為被特級奏寧 奇本李香附身 被同學欺凌的時候 因為李香要保護月骨優泰 就會令欺負的學生重傷 這個月骨 沒錯 現在就是畫面 穿著白色衣服的 這位奏術會戰零的主角 月骨優泰 總之就是他被奏術高專學校的人 判定他會死刑 即是跟我們主角一樣 本身本篇主角 在奏術師五條五的幫助之下 將他的死刑暫緩 轉讀到東京奏術高等專門學校 讀一年級 希望可以找到解奏的方法 雖然他完全不懂任何奏力 但身上有特級奏寧 所以他擁有特級奏術的學生證 傳說中的學生證 這個時候就認識到同班同學 蟬月珍希 狗卷 貓熊 熊貓 他真的是叫熊貓 他真的是潘達山 熊貓 熊貓先生 熊貓和貓熊好像是兩個品種 你是不是中國人 熊貓呀 熊貓呀 熊貓 熊貓 即是他值錯字 他們在一連班時的故事 這裡是月骨的一條線 另外另一條線就是夏猶傑作為四級咒術師的其中一個時候 他在這個時候前傳就補完一個叫做白鬼夜行的陰謀 補充一下夏猶傑是四個特級咒術師的人 因為助充師是壞人 他在2017年12月24日發展這個白鬼夜行的攻勢 在東京的新宿和京都放出幾千隻咒鈴 希望消滅大部份不懂咒術的人類 這就是劇情的發生 哪個夏猶傑這個 夏猶傑就是最下面的 和尚那個 和尚那個 和尚這個 和尚這個 那你繼續說吧 那他的目的就是借用這個白鬼夜行去製造混亂的時候 希望可以獲得月骨優太身上的特級咒鈴奇本利香 基本上你說得好 但奇本利香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就是在說月骨優太 他一開始可能小時候 他本身是和這個女生約定要結婚的 但當他們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奇本利香就因為車禍就已經死了 他死了的時候 化身了做一個怨靈 一個特級怪物 他附身了在月骨優太那裏 所以這個故事是前設來的 補充一下 一個純愛的故事 一開始 所以月骨就被叫做純愛的故事 不是啊 他是這樣寫的 他就是純愛 我意思是他為什麼你這麼不肯定 我是不肯定 因為我不是 你喝而已 別人是純愛的 OKOK 信愛戰士 這個劇場版的slogan就是什麼 就是沒有一種助奏比愛更是扭曲的一個故事 大家都看故事 就是看這個劇場版的時候 都已經瘋狂看到這個宣傳 都很多周邊推出 周邊這些都不用特別多說 簡單一點 大家對這個劇場版 應該是滿意的 其實應該是 我也是想說Marvel是神 簡直是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雖然我自己喜歡就熟迴戰 我是動畫落坑的 動畫播的時候就落坑了 但是真心 但是真心 如果看漫畫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寧章的時候就更加差 你知道那個世界觀的 你知道那個故事是 寧章就是現在那部電影 因為寧章是說他最初畫的 其實他畫本篇已經有進步 但是他進步了其實都差 所以寧章的時候他是更加差 無論是分劇 他不是畫功差 我經常覺得他 他是個分劇 現在是劇場版的原著漫畫 因為他問我為什麼是Marvel 其實是 所以看漫畫的時候 看不明白那個打鬥 那個打鬥是不明白的關係 在說八鬼爺 那種壯觀性 其實他在漫畫裡面是給不到你的 但電影是極度壯觀 整件事會變成 改善了一些漫畫 應該說他未夠功力可以描述到的東西 打鬥細節 然後在電影版裏補完 他《大靈旗》是他連作之前畫的 即是作者連作之前的作品 應該這樣說 其實所謂《奏蜀回戰寧章》 他原本的名字應該叫做 東京… 總之是他的學校名字 東京奏蜀不知什麼學校 東京都立奏述高等專門學校 這個才是寧章本身的名字 其實你可以當作是一個新的漫畫家 然後畫了一個四回緣的短片 然後看中了 之後才開始整個正傳的奏蜀回戰 即是他會繼續延續這個零期之後的事情 但他的故事是相關的 相關的 但是他最初畫 應該這樣說 本身最初畫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想到他後面可以連載 所以後面的連載就是 我可以連載之後才再加上去 所以本身這一個是等於可以一期獨立完的故事 原本是不違和 不違和 意思是他的故事是可以順著他 可以順著他 因為有些原作是… 例如他投稿的時候 那些短片是跟正章是有不同的 這是不違和的 但他這個就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沒有違和和人物是可以順著的 還有這本書 現在可能要看的 這部電影還是上映中的 也有很多特典場 你要學生證的就自己進去 看看你很幸運抽中哪一章 這部電影已經有IMAX版 各位朋友就可以放棄了 IMAX現在變成了侏羅紀世界 未來就會變成侏羅紀世界 這部電影正如大家所說 我們在場也沒有人看過4D 所以我也感到你4D有多震撼 或者椅子有多挫 或者如何被穴骨打 但是我看的時候 IMAX的場景都很滿 還有他第一場最初的特典 是有0.5卷的一本書 其實也是一個特典 設定斬和劇場版中間 一些分鏡的畫面的簡介 還有我沒有記錯是有 第0期的頭一回的草稿分鏡 如果大家平常會看的 那些帖卡都可以再看 好像現在還有些帖卡 不是啊 今個禮拜是貼紙 今個禮拜是所有角色的Logo貼紙 但是我想IMAX你是不是 頭一個禮拜才有IMAX 不記得了 IMAX應該是頭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開始做 好像已經剩下特典場了 正常的 IMAX已經給了頭部 這個是下右腳 我頂到現在才出道 因為電腦的問題 不是 不要緊 繼續 我們先講一下人物 先講主角 主角就是 還是出了越骨 越骨有太 不是玩你的 不好意思 擺就是玩我 不是真的不是玩你的 OK 我們這個主角 越骨有太 那聲優是 瑞芳惠美 瑞芳惠美是誰呢 即是珍治 他真的要用珍治的歌詞去背 其實我又不覺得他真的是珍治的歌詞 因為其實 sorry 我插了 不要緊 一起講 因為 要先講一下 其實越骨有太 找瑞芳惠美去做 我看一些訪問 瑞芳惠美不是Casting 在這個角色上面 這個角色是電影公司和作者本身 自己要求 希望可以請到瑞芳惠美去做越骨有太的聲言 瑞芳惠美其實也想了很久 究竟他應該是用一個什麼方式 才能顯示到這個角色的性格呢 他都猶疑了很久 和想了很久 稍微打斷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有聽眾的課金給我們 就說 動畫單看五條的幼形已經很滿足了 只是看他的眼睛已經足夠了 沒錯沒錯 還有再加上 他這裏會更加多 跟夏友杰的劇情 有少少說他們朋友的關係 在正傳的時候 尤其是動畫版 他可能有提過 但沒有一些很長時間的交流 去到劇場版就會覺得好像多些 因為動畫版已經去到儀期為止 因為他跟漫畫去 所以是未講到的 因為漫畫要講 是交代多些 五條和夏友杰的故事 就是要去到攝谷事變之前的一段時間 才有些類似回顧的事情 所以變成 動畫本篇是沒有提到的 要去到寧章的時候 才會有講他們之間的關係 好 先說回乳骨優太 為何會覺得他好像真摯 可能是他前期 動畫前期拍攝的時候 他未進學校之前 被同學欺負 他那種抑鬱 很想藏自己的狀態 我會覺得 那個感覺 為何這麼定真摯 感覺上 他那種灰的那種沉 我心裏的感覺就是 他是不是特地找誰方為美配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我相信作者是有這個想法 把乳骨畫得好像真摯的狀態 我會講 他不是沒有刺定真摯的位置 但是最初他找誰方為美配的時候 我已經內心是想 他是處於定真摯和坐馬之間的狀態 他會是 而事實上也真的跟我預想一樣 因為早期的乳骨優太 其實他的狀態是有點像定真摯 但是他跟定真摯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積極面高很多 這件事其實都聽到聲線不同的出來 定真摯是再優柔短一點 還有再柔弱一點 沒錯 而乳骨優太力 他是多一點活躍的聲音 他是會想改變的那種男生 不是像定真摯一樣 人家推一推動一動 他會自己走的 所以他前期也有定真摯的聲音的影子 但是相對活躍一點 去到後期 所謂去到後期的話 應該是你看彩蛋那一部分 已經去到成長了的乳骨優太 就偏向坐馬多一點 就是他後期認的乳骨 他都相信會在TV版二期會出現 TV版應該沒那麼快 因為TV版他現在第一期 應該只是說到 七到八期 他說到是血散出來 沒那麼快 因為乳骨要再出來的時候 是攝谷事變去到尾聲才出來 所以應該是 就算二期動畫的很厚很厚才會再出來 因為中間還牽涉了很多不同的時間 所以都還未到這個階段 但是只不過是劇場版可能想忍一忍 這個人將來會在動畫版出現 對呀 當然加了出來 所以當時我看彩蛋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眼前一亮 我會很期待遲些出動畫版 這個角色如何帶放異彩 尤其是動畫版是有提過 《月骨優太》這個人 他好像《五條五》跟人聊天的時候 就說起現在《月骨優太》 他終有一天會是超越我的後期之秀 還有東條堂整天都看《月骨優太》 《月骨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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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角色在漫畫版的描述度 並不是很多 只是只有幾幕交換戒指 以及死了一幕 之後就沒有特別描述他的設定 但在這個劇場版裡面 就加多了很多他們兩個小時候的回憶 為什麼大家笑得這麼開心 因為阿元說很合理 大家覺得這個順愛的女主角如何呢? 聽眾問大家覺得花澤香菜的聲演做得如何? 花澤是離鄉 因為我完全不熟悉的 所以可以交給其他熟悉的 你不熟悉嗎? 他在香港不停播廣告 我不熟悉是很奇怪嗎? 很多東西都不熟悉的 我覺得花澤香菜的話 他可以有多些發揮 但這個角色始終因為他人形態的時候 人形態和怪物形態的時候 都不會有很多深層層層層層的表現 所以可能我會覺得是一般 單純是大家聽到他的聲音好聽 很甜蜜 因為我會覺得本身 這個角色發揮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可以發揮的空間 所以在我眼中 我找了一線聲優 去配這個角色 是合理的 處於一個合理的狀態 但又不會對這個角色有太多 我期待會是怎樣配 會有什麼想法 真的沒有什麼 這個角色 我覺得離鄉這個角色 在他小時候 11歲左右 把一隻戒指給了 《月葦優泰》說 這是他們的結婚戒指 我是比較混亂的 我就想著 小朋友你怎樣有這隻戒指 我就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 就是我當然想得太混亂了 我不知道幾位有些怎樣看這一幕 即是順愛 原本是很順愛 但被一個仆街 這樣講一講完之後就覺得 不仆街 他小時候 他爸爸媽媽一早過世的 然後呢 他是因為 就是順愛戰士去醫院 即是有病的時候 剛好撞到他 其實他爸爸媽媽 走了之後 他就跟他媽媽住的 他媽媽就覺得是這個女孩子 即是這個孫 剋死他的兒子和媳婦 一直都對他很壞 那這隻戒指 其實在媽媽家偷出來 是媽媽的結婚戒指 送給順愛戰士 然後呢 送完給他 當日 就即場被車撞死了 即是這隻戒指 其實是有奏力在上面 特級奏具 哈哈哈哈 原來他送了出去才撞死 是不是應該帶著他不死呢 因為其實我原本是沒有 我以為是 送了戒指給他 過了一段時間 即是等他們 兩小無差 開心了一段時間 才死的 我是後來上網上 才知道 他當日就真的死了 所以不是吧 認真嗎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他送了戒指 當然剛才阿文文已經說了 那隻戒指的來歷 就是他媽媽的遺物 我覺得這個角色 基本上一出來 沒多久就已經死了 成為 要變成奏靈 我覺得這個角色 是蠻可愛的 尤其是他 因為後期的劇情 就是他的同學 他跟阿珍希、狗卷和熊貓受傷的時候 月骨就抱起了阿珍希 這個時候 李香在那裡 就抱走了阿珍希 再殺死他 我覺得這一幕 月骨就說 你不可以殺死他 你要像玫瑰花那樣 溫柔地對待他 跟著 李香就突然之間很懷疑 喂不要啊不要啊 你不會討我啊 我覺得那一幕是 我覺得有點可愛 其實這個 李香這個角色其實是 剛剛 其實我沒有預期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看完 我是 以為他會很生氣 為什麼你會為了另一個女人來罵我 所以我覺得 他竟然會塌水 我會覺得是 其實我是本身有點失望的 因為 他說到這個突擊就寧 其實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 但我又真的好像在整個劇場版上 真的沒什麼看過他有嚴重的失控 其實這件事也是圓著上面的設定 因為你要好好對待Marki 其實圓著的反應也是一樣的 這件事是 還有雖然 我想所謂 大家很怕旗本離鄉的失控 其實正如五條五所說 是大家因為不理解他 不理解離鄉的存在 所以才會麻木地認為他一定會失控 如果其實去看回之前 雖然零章或者是在套電影沒有特別說 但其實每一次有事的時候 都是因為有人欺負優泰 所以優泰 那利鄉才出來去傷害那些人 而因為優泰又不太懂得跟他共存的時候 才放任利鄉去做這件事 但是後來其實 優泰去了就術學校的時候 他開始學會跟利鄉溝通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不穩定因素 就是因為大家無知 也都不理解他 然後不斷地認為他會是失控 那未必他一定會失控 但是我看回設定集 我發現原來這個女生 她是一個綠茶表 就是過來聽聽 因為我剛剛揭回設定集的時候 其中一個問題是問利鄉 那生前的獨佔欲是否很強 答案是 是的 她生前的獨佔欲 獨佔欲是非常之強 但是她也比較有機心 她會刻意 原來優泰是有個妹妹 我也不知道 她會刻意對優泰的妹妹很溫柔 讓優泰覺得她對我妹妹很好 所以我都會和她一起那一種 嗯 沒錯 原來她是一個綠茶 那我問問你對這個角色有什麼補充 我覺得花澤香菜是配得一如表現地好 但是我感覺上她的聲音有一點沒有特色 我是出字幕的時候才知道是花澤香菜 因為其實這套劇場版找了很多大牌的聲優來配 可能有時候出一兩句《三目真一郎》或者是《蓄水象》或者是《丁宮》那些 就是一句你都認不到 但是我覺得她的聲音很好聽的 但是我真的要在原場上字幕的時候 我才覺得是花澤香菜 我就是覺得她的聲音很熟 但是真的要上字幕才知道她是花澤香菜 嗯 因為剛才有觀眾問她覺得她配得怎麼樣 很平穩的好 但是也有一點沒有特色 我覺得 那就是覺得這個角色很普通 而且這個角色其實都在戲裡面 她的奏力沒有什麼發揮都是正常的 無論是原作或者電影 她根本是沒有發揮的空間 她又不會顯示她之前那個綠茶的一面 沒錯 除非特別整個再次次前轉 在這個時候我們第一節就先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其他角色 那一會兒見 我來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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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完